這一棒打到的中間方向 這一個飛球遭到的接殺 回不來了 哇 這個怎麼沒有看啊 他直接打出去就跑啊 真奇 所以這樣是回不來 變成Double Play 結束了這個半局 不過富邦呢 是靠著安打串聯得了兩分 暫時都還難修正的數字 在界外 在界內 最後沒有接到喔 那反而是上二 這個球一路炫回來耶 原本以為會在界外 結果轉在場內 慈恩綺沒有辦法接到 做一個籤子抓到了 趁著這個 逃間有點攻起不備 慈恩綺就有點大意了 突然間 做一個牽制 行程出局數 結束了這個半局 待會兒來看九局下半 在前半段呢 也相當多的選手 表現得相當不錯 當然包含了 廖建復的雙響炮 在比賽的中後段呢 當然 我們在中軍投手呢 是比較多的分數 那最後沒有辦法來守成 也相當可惜 那今天呢 也再次的 感謝所有的使奧隊們 今天呢 雖然是禮拜天 那還是有相當多的 球迷朋友 將超過八千人的入場 也非常感謝 星光 星光精控了 從2017年開始 連續的來贊助 星光 看這個scope表上面 帳面表上 被打了二十隻安打 這也是有他的道理 那畫面上看到這個是 剛剛就是 年輕人 我們在跟熊科討論 講到的這個慈恩奇 今天有兩次跑壘的瑕疵 這場比賽完之後 他是非常的激動 真的就一直哭 感覺是有點自責 但是球隊是贏的 當然你會看到 隊友學長們是列隊 每個人都是在鼓勵他 調到了揮棒落空 三陣出局 主棒打成街外 三陣 訴求過來揮棒落空 三陣出局 哇 關鍵的時刻 吳俊瑋穩住了 連標的2K化解了 得點圈失分的危機 八下結束 中藝兄弟還是1分領先 來… 打法 打法 大小 我們 分別 我們 感谢观看